很顯然的 因為世界各國 對AZ疫苗的副作用 尤其是對於 會不會造成血栓的風險 都提出了高度的質疑跟警惕 所以當然某種程度 也影響到了台灣內部 我們國人施打AZ疫苗的意願 再看到原本第一線 要施打的醫護人員 他們對於AZ疫苗 也是持保留的態度 第二線 第三線 甚至現在即將開放到全民 再再都顯示出來 事實上台灣人民 已經產生了一個 疫苗遲疑的一個狀況 而這個狀況 已經讓衛福部 有一點束手無策了 如果今天大家對於AZ疫苗 都有這麼嚴重的遲疑 那麼大家想一想 國產疫苗的臨床實驗 是遠低於AZ疫苗的 那麼國產疫苗 就算推出恐怕也無法解決 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此為經之際 我們要建議政府該做的事 應該向全球所有生產疫苗的廠商 全面進行採購 讓台灣的疫苗種類能夠增加 讓民眾的選擇能夠增加 才能夠解決現在疫苗 遲疑的一個狀況 民進黨在過去這幾年 一直不斷的在大內宣 台美關係是堅定穩固 甚至連外交部長吳釗燮都說 台美就是真朋友 真友誼 可是我們看到 美國可以幫助巴拉圭 進行疫苗的採購 雖然是由台灣買單 但是至少是美國協助 美國也能夠幫搏流 來進行疫苗的採購 既然台美之間的關係 是如此的穩固 為什麼美國不能夠協助台灣 進行疫苗採購的工作 因為畢竟美國現在是全球 持有疫苗品牌跟種類最多的國家 如果美國政府願意協助 我相信我們所遇到的 不管是輝瑞或者是莫德納 甚至是嬌生的困境 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民進黨政府 與其在這個時候去介意 台美官員能不能夠互訪 美國的官員能不能夠到雙向員 能不能夠到代表處 不如先考驗一下台美的友誼 看看疫苗能不能進入台灣 我覺得這比較實際一點